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说的每句话能不能切走你的要害 或者是你自己在修正上的一些盲区 或者你今天这个状态 他能不能一下子就把你这些切后切断 很多人其实我们就是想的多嘛 乱七八糟的 他一下把你这些东西切断 就让你转过来 其实他就是这样子嘛 导引就是 但是因为还有一些 有些是师傅是说一些邪戒的 确实是很绝对 你看他一出口 他说出的那些东西就是很绝对 就是不是中道 就是有点偏 气度有点偏 就是要排斥另外的 这种呢就有点 确实是邪戒了 也就是偏了嘛 他不是中道就不是佛学的东西了嘛 但是也 但是如果这个老师只是对某一类人说 你对某一个弟子这样说 你也不能判断他 因为他可能是对机师教 他那一刻 因为弟子太执着这边 他就一刀切了 就是切柳 他就一刀切了说 这个就不是佛法 你就不能学这个 但是在中道上还有一些 一切都是佛法 只要按空性正解 但是那个老师说 这就不是佛法 这个就是 你就给我学这个 这个就缺切 一刀切 给你切的方法 这个这个的 我就要你学这个 但是那是老师知道 弟子更期以后那样教的 但是公开的拿出来 他呢就不对了 但是他对那个弟子就是对的 这就是看老师的正量了 这个 这个也很难 有的老师就是九句是对的 有一句是错的 你看他前头九句嘛 他说的很好 真的是很有正 但是最后那一句他就错了 然后你正好看了他那个结果 然后是错了 推出那个结果错了 然后就跟着他走了 就是这种 以毛倒毛嘛 这就是 就最怕有些见地好像逝世而非 逝世而非还不怕 你大不了大家摸索吧 一起摸索吧 最怕这个老师他错了 他带着你也错 而且再理解且告诉你 这样就是这样做的 他倒是说 哎呀可能这样可能那样 还好了 知道吗 是不怕大家大不了说 慢慢摸嘛 就是这样 可是你始终你不能离开佛的经典 你要学佛法的话 佛的经典还是不断的要看约经 看约经 哎 这样你在这个世界的老师 再倒一下 我觉得就够了 你自己从来不看经典 就是只听哪个老师呢 我觉得这种都不靠谱 你都没有办法去界定这个老师呢 你怎么知道他就他说的对了 那佛的肯定没什么太多问题 即使看不多 我再看一两句也行 你怎么知道 你为什么想着 picked啊 你怎么着的 我一直以够对你 回头